唉 隆隆啊 好累啊 我要回家吧 坐個計程車好了 我叫乎乎乎好 不用不用 叫小黃我一攔就到了 乎乎乎很快啊 小黃一攔就很快 這個比較方便啊 就看到路線啦 當小黃就好了 小黃小黃 我要叫 好 我決定我決定了 不然我們就來問同學 看同學怎麼決定 走 下面是生活站 你們說了算 我是小嫻 我是Nono 那今天要問什麼呢 你喜歡搭Uber 還是小黃呢 屏東有Uber嗎 我是沒看過 我是會搭小黃區 單車會比較快 但韓國呢 韓國也有類似Uber的那種系統 韓國人很喜歡用那個 感覺比較安全 韓國人很單小 怕壞人啊 我們去問搭學生啦 GO 走 GO Uber跟小黃你們喜歡搭哪一個 我比較喜歡Uber 可以看到它的價值 的話比較便宜 就是比較透明的話 你會選擇什麼 小黃 比較習慣 而且Uber之前新聞比較好 而且小黃這樣藍著搭車 就比較快 比較快 Uber 感覺比較騙人 小黃 他是跳表 都看不到 就是很怕小黃要繞路多少錢 對 對 你敢紅森獸喝 小黃不太老實 Uber 女生一隻Uber 那你們的 應該是Uber吧 司機滿帥的 那跟價格有差嗎 其實差不多 就是小黃司機比較喜歡聊天 小黃 小黃 那個電話比較好聽 叫小黃比較煩 小黃比較有保障 因為Uber在台灣沒有客戶 一個是政府有利安保障的 跟一個沒有的 還是有差別 你說小黃的東西 他沒搭過Uber 沒有 只加而已 喜歡搭Uber Uber 可以選司機啊 可以事先知道 如果要花多少錢嗎 Uber 比較便宜 比較好叫車吧 不是 剛剛有人說小黃 比較好放下車 嗯 如果一國計程車司機跟我說 不要打電話叫 比較貴 好真的喔 Uber 小黃 大黃 小黃比較好叫 Uber比較便宜 那你有遇過什麼 新的東西嗎 幫我折價吧 折價 跟他聊個天之後 他就會算得便宜一點 你帶我的錢 對啊 他零透就不算 Uber 比較方便 可以介紹富豪 Uber 欸有時候小黃司機 會有一種 搭起來不自在的感覺 很喜歡的 對 很喜歡的 很喜歡玩笑 謝謝你 謝謝你 Uber Uber 一次搭乘他要怎麼做 對啊 他永遠會叫Uber 像我真的有在Uber上面 他車那麼軟 好不愛喔 像Uber的話我覺得他也比較划算 因為他是自己里程 可是小黃就是你騎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帶Uber比較划算 我喜歡小黃 我也是小黃 Juber Juber 比較方便 小黃的價位比較高 真的嗎 我覺得比較低吧 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 氣比較涼 冷氣有自己很高 有啊 那椅子椅墊比較舒適 再特別一點就是大家 擦搭計程車或是搭Uber的經驗嗎 我其實一直罵髒話 有人擦搭車他就罵髒話那一種 就有點尷尬 小黃 還是OK小黃 對 小黃 沒有搭過Uber 要把銀行還比較麻煩一點 Uber手機打開不是我最近 就可以忙一叫 就是有時候來不到地上 之後就麻煩 Uber 我很兇 他們都說阿拿大 對 換彩虹跟斷圍 可是這也被小黃賺過 老貴你那麼憤怒 你那麼憤怒 那個車上有攤電 好貼心喔 如果有一天Uber從台灣不見了 有影響嗎 嚴重影響到生活 頭髒會嚴重影響 對 也是嗎 不算都是 就是藍車比較方便 因為Uber要常常叫車 通常是朋友有APP 就是台腳 你們喜歡打Uber還是想黃 因為Uber他會先告訴你 這趟旅程會花多少錢 但是小黃可能 就是一個不注意 可能司機還是會照路 就覺得Uber比較保障 Uber比較 Uber Uber 有些小黃的司機態度不是很好 比較安全的感覺 他可以定位 就是追蹤大家 可以看他什麼時候來 他現在到哪裡 那你們有遇過比較貼心的事情嗎 我有一個Uber司機是 上車下車他都幫你開門 好貼心喔 應該是 車門可能比較難開 他就幫你開上下車門 我喜歡Uber 我喜歡Uber 因為我騎車喜歡真的是太寬了 亂到路 因為他有時候亂來把他罵比 兇個 對超兇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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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Uber是用自己的車 所以會比較珍惜 開車會比較好一點 很方便 不用零錢 Uber Uber 你的品質比較好 有一個什麼比較貼心 或是比較爛的事情 比較爛的就是 他會寫給你講價錢 計程車 他就直接跟我說 我算你這樣 就感覺好像很便宜這樣 可是其實我回來叫另外一台 他這個人就是手比較貴 今天還完 擔當大學的學生呢 這個結果 小黃是24票 Uber是76票 選Uber的好像都是說 價格看起來比較 公明化 比較便宜 可以看計程車設計的評價 比較不會繞路 你會吵你 對 不選小黃的原因呢 因為他們會覺得 手攔就可以攔到車了 不然有些人 沒辦法把你信用卡的啊 需要用現金付款 也會選擇小黃 我們剛剛訪問的時候 還有問說 有沒有遇過比較貼心的事情 有些Uber的說 充電器 對 充電器 公主開門 幫幫開門的 真的是公主耶 那今天就是訪問到這邊 有什麼其他貼心的行為啊 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們喔 不要忘記去訂閱我們 酷鼻鬧大學的頻道啦 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囉 也不要忘記去訂閱濃濃的頻道 不要忘記小嫻的頻道 下次見啦 拜拜 下次見